大盤日K请来一下 今天的收盘 12802 收盘的位置是再创历史新高 因为13031 这根长黑棒的收盘的位置 没有那么高 可是你会不会感觉 帮我拉近一点点 万三的关卡钱 你能看到万三关卡钱 就是这样啊 就是这样这样这样啊 我跟你讲 那个tempo真的很难抓 如果跳那个tango啦 干嘛那个舞步 大概有个节奏 所以哪有什么节奏 所以只证明了 来万三关卡之前 常常会出现 比较明显的剧烈震荡 我该怎么操作呢 股票一类 这一大类 创历史新高 比如说像台积电啦 等等啦这一些 创历史新高的 创历史新高 还会再创高 史高不是最高 所以我可以续报了 还是说史高在这个地方 请小心你以为史史都在高 哪有那么好啊 往下掉了 请你要赶快卖出去哦 另外呢 不好意思我落后人家史高 我竟然才涨到这个地方 那怎么办呢 落后有机会 跌升就是最大的利多 人家不是这么说吗 所以现在在这还会在涨 麻烦您抱着吧 因为落后不占股 还会继续在涨 可是落后不占股 谈到这 不好意思抢反弹 就跟抢银行 抢了就要跑啊 所以来到这 如果没有卖 不好意思我继续往下掉哦 这个要卖 请问WXYZ 圣洁请上来 各自该怎么研判 我是如何应对呢 先教这个 对我想现在WXYZ很重要 因为大家都讲说 哇股票创史高 大家很高兴 但是史高还是有区别的 对啊 你说那W跟X差在哪里 有的才刚刚创史高的 我把它归类在W 有的已经X的是在外太空了 已经在外太空创史高的 那种就归在X 有道理 所以我觉得创史高的部分 我们就把它这样来做分别 刚刚创的在这边 对 平平创的 已经不会找到天上去的 都在这边 对 好来看第一个W 史高续报 OK 我觉得大家现在要做一件功课 因为大家比较常看什么 日线跟周线 很少看月线 我建议现在开始怎么样 多看月线 因为月线一根棒子是一个月 拉长才知道它是不是历史最高 对 而且现在台股都创史高了 创史高我们讲说 我们可以续报的 举例来讲像樊宣 创史高条件 第一个 刚刚创史高 然后呢 右肩带量 月KD怎么样 50交叉向上 那这个是一个重点 你说那这个是怎么样 你看哦 它这个是不是打得怎么样 它这个高点 因为它历史高是站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才刚刚创史高 而且右肩有没有带量 你创史高你要认定说 它是不是真的是历史高 或是创史高 这个就是一个确立 16年的大底 虽然它创史高 但是打了16年的大底 OK OK 那这个就是厉害 而且重点我们刚刚提到 这里要带量 来确立说这是右肩 那再来看的话 你看重点来我们讲说 业绩是王道 它是台积电加业绩的一个概念 那台积电大家讲说 四五百块很贵的 不能买 那你就买台积电概念 它的资本支出的概念股 这个就是其中一档 那重点来了 5月的在手订单 有225亿元 那其实这个在手订单 对半导体设备公司非常重要 也就是都已经拿到了 对 我们待会可能要交一个 叫什么合约负债 对 这个就是有点合约负债的概念 OK OK 所以你看它一个月的营收 大概多少 大概20亿喔 那200多亿代表 它未来10个月的营收 应该是不错的 都吃饱啦 对 我们用这样的观点来看 那重点是 它又跨AI的设备 现在半导体设备里面 就是有人工智慧的设备 最受欢迎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一方面要刚刚创史高 然后打了大底 然后右肩又出量 而且业绩也不错 这是一个首选 而且月KDI黄金交叉项上楼 没错 好 这个是创历史新高 您可以续报 因为它才刚刚 这个moment创新高 对 第二个 凭创史高的要卖喔 OK 好 那我这两个条件很简单 第一个 已经创史高一段时间了 然后而且今年的涨幅 怎么样 已经超过一倍了 那这个我是给它一倍 来当做一个标准 事实上 以这样的股票来讲的话 保龄富景它已经涨111% 今年涨了大概一倍多 那条件又是怎样 它既然它是让创史高 但我们看到 它拉回是破季线了 而且季线怎么样 持续做一个下弯的格局 所以它创历史新高 其实已经领先回档了 对 来解说 OK 你看一下 它从84.59% 因为今年的收盘价 去年最后天收盘价 到这178.5%去算一下 大概涨111% 那重点来了 你又发现怎么样 它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它的一个部分 这里 季线扣底的位置 就在这个地方 它这里跌下来的时候 这个叫月线 弹上去 再跌 这个是季线 那现在季线扣底位置怎么样 我们把它移到这里来 是不是未来都要扣高 对 代表季线是未来 它的一个盖头反压 对 往下 所以像这种领先创高 涨幅又高 然后现在季线已经来到 又扣底值往下的时候 那这里又没有量 而且左肩是出量的 这种就要比较小心点 有没有创新高 有 但是创新高 高点位置站不稳已经回了 破季线是要卖的 接下来这个是落后的 落后还可以再续续报的 对 像落后的续报股 我就举例什么 新日新 那这个条件我也跟大家讲 月线很重要 这叫什么 十年磨一件 这是新日新的月线图 十年磨一件 刚刚是磨了16年 现在这是磨了10年 所以大底是10年 对 你看这个地方 2008 对 2008一直到2020这里 其实10多年 你要严格讲 大概10年左右 大底完成右肩出量 这个概念你有看到这里 这里事实上都一直在做一个出量 你看大底 这是右肩出量 这是左肩 OK 然后它事实上离始高还有一段距离 它才刚刚大底完成 那这个地方是 KD值也是刚好怎么样 黄金交叉向上 所以这个是条件一 那条件二叫什么 我要讲说月月高年年高 你说怎么会年高 月月高就是这个月 就下个月会比这个月高 就是今年的下半年 每一个月的营收都会高 营收月月成长 对 那年年高呢 是明年又比今年要好 叫年年高 所以它有办法年年成长 有 这是他们董事长亲口讲的 另外 所以它是业绩王道 那事实上最近要公布业绩 我们讲说 第二季的营收 它寄争率是42% 年争率是36% 难道它第二季的财报会很难看吗 不可能 所以事实上从营收去追踪 它的一个财报有可能是不错的 那大家就知道说 那它下半年长到哪里 TWS 真无线蓝牙耳机 那再来你看 最近有没有折叠机 有 Sansung要发折叠机 对 所以折叠机是新的东西 对新日新也是一个加持 那重点是 它最近急招300人 这个是这两天的讯息 疫情那么严重 还招聘员工 对 所以他们吕董事长自己也是看好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跟大家讲说 它是月月高 年年高 业绩不错 但是重点在它的月线 感觉上也还是不错 你看十多年前 十二年前 它的高点是在这 所以它是落后的 所以落后股有续航力道 就是这样的条件 但是落后归落后 你以为大家都很好 最后一档不好 对 所以这个落后股 的确要出场了 我们来条件一 第一个它有头部大头形态 第二个月线是连四黑 目前大盤不是月线连四红吗 结果它月线连四黑 人家在红你再黑 这就很危险了 要先避开 然后业绩调整期 没有什么亮点 然后外只有站在一个减码 我们稍微看一下 我把这个月线连四黑 事实上包含这个月 目前来讲这一二三四 四根黑黑在这里 那你说这到底是不是头型呢 因为它在左肩出亮 所以我们就会认为说 这个感觉上是有点 比较大的一个头部形态的 从刚刚的市长标的 可以帮我来一个白板 你有没有听到一个重要的学问 刚刚盛姐一再说 这个大底 可能这边打一个大底形 这边是右肩 这边是左肩 请问一下 也就是说 不好意思 不会 我重画 OK 我刚刚的左写错了 好 请问一下 我们先来看底好不好 对 就是右肩出大量 左肩出大量 请问这应该要如何解读呢 OK 事实上我觉得这个软问 这个问题非常好 大家都不确认说 到底什么叫底 底的重要条件叫什么 左肩量是少的 右肩都是出大量 这是底的必备条件 我问你 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意味着 所以这边的量正确的是红色 这量是少少的 对 没错 那这边是报大量 对 没错 这边是报大量 那意味着说 这边在打底的时候 你会怕 我会怕 大家没把握 可是来到这发现到说 你有信心 我更有信心 这边买一万 这边买十万 所以大家涌进去 右肩大底出量 代表底型更确立 对 右肩大底出量 就是底型确立的重要关键 太赞了 帮我清掉 接下来 刚刚不是有讲一个头吗 所以如果头 请问一下 这边是左肩 这边是右肩 给您画 因为我怕我又画错了 请问一下 如果左右出大量 各自是代表什么意思 对 非常关键 这个出大量 有可能在左肩出最大量 也有可能在头部出最大量 但是不太可能会在这里出大量 这里都是量缩 它只有一个破颈线的时候 会出单一大量之后 就开始量缩 所以其实头跟底的确立都要量来确立 但是很简单的说 头的量都出现在左肩要嘛就头部 底的量都出现在右肩的格局 这是最重要的差异 所以如果头顶的时候 这个右肩量是缩的 没错 那这个头就确立了 对 那我把它讲成白话 我们看这样对不对 是 比如说这档标的呢 我啦 盛杰啦 大家都有这档标的股票 比如说 可是呢 刚刚我有一百张 刚做一个左肩的时候 哎呀 好害怕 但是有真的那么恐怖吗 我卖个五张 可是突然间又有坏消息传出来 我卖个十张 但是发现到 怎么这边又做头往下了 干脆我把30张都卖掉了 这么一卖 结果发现跌到这个地方 大概很多的股票50张等等 都卖光光了 来到这个地方说实在的 大家没什么股票可以卖了 是 没股票可以卖 如果还有一点点量 就是把一些库存都把它清掉 但是多数都在那边卖掉 那其他剩余的在那边卖掉 所以右肩的量才会缩 是这样吗 对 简单讲就是一个关键 主力在这里把股票都卖完了 所以大量都是主力在出货嘛 主力卖完就不够股票 股票这里就量缩下跌 这段话太经典了 也就是人家常讲的 主力大户出货 绝对不会一波到顶 他出了一次出不够 这边出了一百张 我明明就有一千张 这边再出个六千张 所以主力大户出货完成 那为什么这边量少呢 因为散户你追在这 追在这 到最后发现到最后一个头 我怎么追在这 散户卖掉 因为散户张数少 所以散户这边量是输的 没错 了了了 散户谢谢你 谢谢 因为我刚刚从市长标的 一直听到散户在讲说 你看那个底型 右肩出大量 头部的时候 右肩量是缩的 就完全到位了 我想到底这个右肩 有量没量 差别在哪里 清掉了 终于明白 因此归纳一下了 这个很简单 创历史新高 刚刚创的 两个条件可以续报 创好几次的 而且已经开始创新高之后 回的 麻烦要卖掉了 落后补账的 底型真的确立 底型刚刚白板有说 然后业绩往后看是 会越越高 年龄高的 这你就落后补涨 他有机会再上 你就留着吧 继续报约着吧 可是如果业绩 未来是没把握的 还有包括了头部都出现了 就算落后补涨 也没有他的份 聊意思吗 也要卖了 以上结论 圣洁完全正确吗 是的 没错 感谢您 今天的广告 回到现场之后 接下来一个大主题 刚刚教您操作 但是操作 很多公司做的产品 是不一样的 大家当然晓得了 电动车是未来 趋势跟方向了 但您可能不明白 电动车的最重要的灵魂 叫做IGBT 它是什么东西呢 鼠方姐 用很简单的方式 讲给您知道 炸换 空旗 下部 逓幻